5月13日周三将有大量潜在市场推动者的新闻发布 所以让我们通过杜高斯贝经济日理来了解更多吧 我是路易斯·麦考利 首先在早晨6点钟 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德国第一季度初步GDP 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 德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预期水平 已经从暂时的经济衰退中开始反弹 4月份德国最终消费物价指数将在同一时间发布 初步估计表明本月轻微通缩 另一则备受关注的将在上午8点30分发布的是 3月份英国劳工报告 2月份失业率持续下降 但这似乎对英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影响不是很大 接下来在上午9点钟 将要发布的是备受关注的欧元区第一季度初步GDP 上一次的数据强于预期水平 预计本次将有进一步的改善 英国央行的通胀报告将在上午9点30分发布 稍后 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将会召开记者发布会 届时我们将可以看到 他有关未来货币政策决议的一些意见和提示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会计要将在上午11点30分发布 之前的话题包括希腊债券市场 欧元区通货膨胀 以及整体的经济复苏情况 而美国4月份初步零售销售指数 将在格利尼治标准时间中午12点30分发布 3月份销售量恢复增长 在连续三个月的下降后 3月份美国商业库存将在下午2点钟发布 2月份库存增长超过预期水平 而恶劣的天气是令人失望表现的一个解释 4月份新西兰制造业指数将在晚间10点30分发布 3月份该指数从2月份的56.1得到缓解 新西兰第一季度零售销售指数将在晚间10点45分发布 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 汽车销量推高 最后在14日早晨6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日本4月份初步机床订单 3月份订单量持续增长 但增速与2月的28.9%相比较慢 好的 以上就是周三的经济日历 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关于周四的精彩内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